这辆机车违规复挂货物 在四名道路上拖行 被南港分局巡逻远警发现后 当场拦下 机车骑士竟然趁机车逃逸 在远警颈拦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一名机车骑士涉嫌窃取 南港路一处厂房内的电缆线 并藏匿在四名道道八段一处巷弄 等变状后前往运回途中 却被远警仍张巨货 南港分局方面说明侦办经过 南港分局远警 日前于四名道道八段上 拦查一辆违规托行 疑似窃得电缆线之机车 对江骑蓝艇 起了该男子随即汽车逃跑 为人遭远警追上 查该男子当日潜入南港路三段上 无人看顾之厂房 以工具破坏并窃取厂房内电缆线 后残匿于市民大道八段巷弄内 在变状后前往运回 而于取回电缆线途中招紧逮货 嫌犯坦诚因为缺钱 才窃取电缆线变卖 警犯已经依窃到罪 将全案移送四零地检署侦办 也建议相关厂房业者 加强保全监视措施 避免成为不效人事的犯案目标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房